属灵星汤之安息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 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 在这个讯息发达的社会 导致大家有事没事都陷入忙碌当中 除了秩序里外 还有工作、家庭、财务、人际关系 各种各样琐琐碎碎的大事小事 让我们只有在星期天才想起上帝 过度的忙碌很容易让我们筋疲力尽厚 又得不到好好的休息 这样的状况很容易拖垮我们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 耶稣说 凡劳苦当中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们得安息 以赛亚也说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弟兄姐妹们 放下你们的忙碌吧 放下你们的手机 安静你的心灵 每天花一些时间 安息在上帝的怀里 我们必能重新得力 长翅高飞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安静我的心 安静我的灵 让我能够安息在你的怀里 从你的话语中 从祷告中 支取力量 展翅高飞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